猴哥们正在排队咖喱芝 猴哥知道自己不完整后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注意看 猴哥们又被五花大榜串成了烤串 看到小哥拿着玩具枪就大事不妙 不知道一会儿是咖喱芝还是练枪法 毕竟在国外山里经常看到猴头过 这只猴子哥拿着玩具枪在山里巡逻 想起附近的猴子陷阱就兴奋不已 于是他们奔跑到陷阱旁边 只见十个猴子被困在里面 猴哥看到这三人直接吓念 一旦被抓 可能睡一觉醒来身体就得少个零不见 严重点的尸骨无存 小哥看到这么多猴子 也是不由自主地开始蹦迪 毕竟一次抓到这么多猴子可不容易 废话不多说 帽子哥和机友直接将猴哥拉过来 一人拉住前脚 另外一个开始用透明胶捆绑猴哥 很快帽子哥将带头搞事情的猴哥拉了出来 然后他又进去抓剩余的猴子 此时猴哥们全被一锅端 他乘机将剩下的猴子们拉了出来 一会功夫已经好几个猴哥被串在了一起 尽管猴哥们手脚被拔 但还是适度逃命 可惜在这几个狠人面前 他直接被装进了白色口袋 紧接着猴哥们被二人抬着走 为了猴哥们合理繁衍 他们坐着轮船开进了对面的山里面 此时他们抬着猴哥打算穿过这条小河 这片山里几乎没人 走路都很齐驱 小哥带着猴子们差点甩了一脚 帽子哥要开始动刀子了 首先他将束缚猴子的绳子割断 此时猴子吓得溜进了树林 这货跑得快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接着小哥又放生了几个小猴子 这些猴子运气都是极好的 运气不好的则被带到福利院 这里的猴子有点泛滥 他们正在排队做手术书业 首先男性工作人员 会将手术的地方刮干净 然后再闻上一个记号 接下来再由女性工作人员 进行下一步手术 这些女人真的太狠了 怎么喜欢做这种工作 此时猴哥醒来后流下了绝望的眼泪 旁边的猴哥们正静静 欣赏着手术的过程 看到此情此景 我想屏幕前的你应该有话要说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